1972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 可一通电话铃声响起,两人却瞬间变了眼色 而后便匆匆离席,向北京西郊机场赶去 毛主席和周总理是出了名的工作狂 几乎从不在人情失态 更何况还是在会见外宾的重要场合 想知道这通电话究竟讲了什么 才让两位伟人如此失态呢? 欢迎百度搜索《伟人事迹》 在这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在电话中,工作人员向周总理表示 开国装将张国华不幸离世 骨灰即将抵达北京西郊机场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将张国华的骨灰转送至合适地点 周总理这才放下了手头工作 亲自等候在西郊机场 要知道啊,在此之前 能够让周总理亲自迎接骨灰的 只有与其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陈庚大将 相比起陈庚 张国华便显得有些名不见经传 但其实作为解放西藏的第一将军 张国华的贡献并不逊色于陈庚大将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敗退台湾 以对和平大局构不成什么影响 面对眼前栩栩展开的太平盛世 500万解放军欢呼雀跃 以无比兴奋的状态纪念着这历史性的一幕 但就是在这万众瞩目的欢呼时刻 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却也悄悄出现 朱扎在四川的第18军部队里面多名士兵出逃 就连干部级别的将领也在逃兵之列 而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竟是因为第18军不愿意遵照指示禁军西藏 眼见自己麾下的士兵因为难而逃战 第18军军长张国华气到发抖 愤怒之余 他也马上下达指令 要求部队立即禁造不得拖延 新中国成立后 虽然国内大部分地方已经重归于和平 但边疆地区依然匪患重重 为了能最大可能的争取团结 毛主席这才命令 刘邓部队找寻进军西藏的合适人选 这想来想去 驻守在四川的张国华就是最佳人选 抗战期间 张国华凭借自身能力一路直升 带领红军打过不少声仗 淮海战役后 张国华所领导的二野战队战斗能力最强 由他来进军西藏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虽然前方障碍重重 但在接到中央命令后 张国华十分重视 立马着手开始准备解放西藏的有关事宜 在他的周旋下 第十八军进藏后纪律严明 对当地民众的尊敬和礼贷 成功感动了格达胡佛 让其愿意出面代替解放军 向西藏守军展开谈判 而在后续的解放西藏进程中 张国华进退德法 用边战斗边谈判的方式 争取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紧接着为了能够保证西藏地区长期和平 张国华又马不停蹄的奔走在抗敌一线 不顾自己身体健康 指挥了平定多起西藏大暴乱 在张国华的治理下 西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 可就在中央准备正式中用张国华时 张国华却因积劳成疾倒在建设前线 虽然医疗专家组在第一时间赶去救援 但张国华的生命还是停留在了58岁 得知消息后就连毛主席也潸然泪下 直言自己以后再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在艰苦的作战条件下 张国华不顾自身安危 以实际行动换来了西藏地区的和平稳定 如果不是他的奉献 恐怕问题重重的西藏地区 不会那么快就迎来解放 也正是因此在听闻他去世的消息时 毛主席和周总理才会如此失态 不惜在外交场合匆匆离场 也要送伟大的将军最后一程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